這個聚集做完之後 這邊會有兩個 那這兩個當然在這邊執行 其實也OK 可是還是不方便 那所以一般習慣會在旁邊加按鈕 那怎麼加按鈕比較快 一 請各位看一下 開發人員 插入 這邊有沒有 OK 有一個叫什麼 表單控制箱 這邊不是按鈕嗎 對不對 我把它框起來 其實你會發現我還刻意放慢喔 有沒有 關鍵點喔 放慢速度一下 沒有怕各位一晃太快了 馬上就又找不到了 OK 那 一 這個地方 二的話呢 請各位點擊它之後 有點像那個 使用那個小畫家一樣 小畫家應該各位用過吧 點它之後 拖拉一個大小 至於這個按鈕多大多小 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覺得你要大一點的按鈕 你可以拉大一點 像手機一樣這麼大 手機的按鈕都很大喔 那你把它放開之後 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邊放的那個按鈕它對應的是你剛剛的哪一個聚集啊 那我們就是手機串接 再來你請你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這個名稱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你按確定之後呢 它上面的名稱叫按鈕1 那按鈕1呢 當然你要把這個名稱打上去 我的習慣就是根據剛剛的那個按鈕一樣 OK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它就執行了 就這樣而已 第二個按鈕的話 你可以再什麼 插入這個按鈕 你可以再拖拉一下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喔 它好像怎麼拉 都沒辦法一樣一模一樣大 所以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會發現這個按鈕如果不一樣大 你可以再拖拉 可以放一樣大啦 不過我發現 好像怎麼弄都不會一樣大 所以我的習慣是拿這個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因為你貼上的一定會一樣大嘛 你就不用在那邊調整半天了 那只是差別是這兩個都是手機就是號碼串接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第二個按右鍵 重新再指定的嘛 劇集 又會跳到這個畫面 重新再給它選取清除的這個劇集 一樣複製上面的名稱 並且把上面的名稱把它改成就是清除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清除掉了 有沒有 剛剛的動作呢 就會完全完成這個增加按鈕的部分 那不過呢 剛剛寫的東西 基本上都在這邊執行 另外還有一個編輯啦 你按一下編輯之後 它會跳到哪裡呢 它會跳到這個 我們的visual basic環境 那實際上意思就是說 你除了錄製完之後 你還可以做程式的修改 也就是說呢 你把它點擊之後啦 編輯有沒有 它會跳到你 你剛剛的那個位置 編輯一下 它會跳 畫面 應該理論上是會跳這邊才對 那這個visual basic實際上呢 我習慣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它會幫我寫在這一個visual basic的 左邊這邊會產生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 會有兩段的程式喔 它的開頭一定是sub 開頭 結束一定也是end sub 所以呢 會有個什麼 手 有沒有 剛剛我們打的名稱在這裡 那底下就是它執行的動作 基本上 它執行的總共會有 我們就三個動作啊 所以第一個動作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把游標有沒有 放在那個14上面嘛 它會幫我寫一行程式 當然以後呢 如果說 你不用自己錄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 自己用寫的啦 單引號開頭是註解 123 3的話呢 有沒有 第一個動作是我們把游標放在 那個14儲存格上面 所以它會有一段這個程式 2的話呢 輸入formula 這個後面就是它的那個formula 就是它的公式 但是它會幫我做一些 其他的格式 你這邊看 好像看得懂 又好像看不懂 最後自動填滿是利用什麼autofill 就完成有三段的程式 底下清楚也是一樣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不過未來我們 程式不只是用錄製的 可能還可以搭配什麼 自己撰寫程式 所以後面的話呢 就會進到這個環境 去自己寫 自己想要寫的程式 至於要怎麼寫 我想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試著增加那個 兩個按鈕 並且稍微看一下那個程式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自己的家 回家 資訊 好 立即